由花蓮市公所办理的2022小城生活 我家旁边有个港 从8月份开始一连串的系列活动 从讲堂到走读 而8号即将登场的是 将惊喜的爬树鸟踏实聚落 旧铁道临港县 还有花蓮港区内容 要透过文件还有艺术的创作呈现边线展览 也欢迎民众前往介受眷村 回顾花蓮海岸县的过去 花蓮市公所办理的2022小城生活 我家旁边有个港活动 从8月份开始 每个周末陆续办理小城讲堂港街走读 而9月8日登场的是反映着 临港县的繁忙和消失 花蓮港祖港前后 随着年代变化的海岸线的边线展览 用不同的元素 让所有的来看策展的朋友们 可以生理其境 然后也感受不一样的一个策展氛围 我们会看到有云纳国展 还有一些海洋声音的特展 那还有非常多的一个文史特展 这些都是过去这几位策展老师 特别去精心收集来的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朋友们 也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跟听听 感受一下在这里的一个 边线特展的一个花蓮最在地的声音 那我们期盼为了更多的策展活动 能够在花蓮市来做相关的展出 那也谢谢这么多策展老师 还有谢谢我们民意代表 大力的支持 让我们的策展能够非常顺利的举行 从花蓮港竹港前后 旧铁道林港县以及鸟踏石聚落 透过田野调查的老照片 访谈录音等文件资料 从近日的空间感受过去的时代 包含3D影像作品 装置艺术还有声音体验 策展人将三位艺术家的创作 和文史工作者的文件做结合 期盼带领乡亲走入时光隧道 回顾花蓮海岸线的过去 集集展出至10月10日 欢迎民众前往接受眷村参观欣赏 记者长邦彦林氏报导